第十四题 陈上题 若小龙等速率跑在甲段的直线跑道 与乙段的直线跑道时 则持两段的平均速度与平均速率是否相同 题目已经告诉我们是用等速率在跑 所以甲段跟乙段的平均速率当然是一样的 因为它随时随地的速率都相同 平均速率就会等于顺时速率 那么它的都是一样的 它不会改变 它的快慢不会改变 那速度是否相同呢 速度是向量有大小有方向 前面已经知道它的大小是一样 可是方向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甲呢是往右边在跑 而乙呢是往左边在跑 它的方向是不一样 方向不一样就不能够说是等速度 所以它们的速度是不相同的 虽然大小相同 但是方向不相同 所以速度不相同 因此第十四题问我们说 则此两段的平均速度与平均速率是否相同 我们答案选A 加以两段的平均速度不同 但平均速率相同